第一個就是在我們的 WAVE Content上按右鍵 我剛剛講過這個地方 你要先按右鍵 先new一個 GNU 先Html file 一個是丟,一個是接 那如果今天這樣的架構 要把它改成Spherebase 該怎麼做 第一個特別注意 你的Html file一模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原来的 你的这一个 你的原来的 这个你可以把它 把这个档 按右键 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直接再贴上去 贴上 因为会一样的嘛 所以你这个地方 你干脆把它改名叫 我这个叫01底线 那我直接新增一个这个 gricking.htm 按OK OK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 把这个地方稍微改一下 Action本来是什么呢 丢到哪里呢 丢到一个 gricking.jhp 那因为我现在要丢到哪里 丢到serverlet去 可是serverlet你必须有个view去接收 所以这个view的话 就是到时候会做一个 making的时候产生 所以只有这个地方 做一个变更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这个地方 OK 点律 点律 如果你们 还记得 我确定这个serverlet建立的 你应该也是可以建立的啊 我可以自己在那个 打眼然后再讲点律 大概是变上 那你呢 这个 会不会给他打眼 会不会给他打眼 那你应该给他打眼 如果你有 说是要点律 我不是等于什么 各位听命名就好 如果你命名的时候你就没有点的话 你就是 就是 就是 review嘛 如果是你点view你就点view 就是命名的时候你自己 那个命名的时候你要 你要making的时候名称要要一样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地方第一个嘛 我们已经有那个画面了嘛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就是在 Java的Resource里面有一个那个Source Source里面会有个套件名称啊 你现在在Source上方按右键 你有一个什么 你有一个ServeLator 那ServeLator的名称的话 这个Package名称都 跟证一下 这应该是在Package上方按右键 然后你有一个什么 你有一个ServeLator 那ServeLator的名称的话呢 叫Grid Grid 这地方的话呢 我给他一个名称叫做 Grid 也是去 那这边我已经有一个 我先改2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一个 按Nest Nest的时候这边有个什么 UrMapping 你把它edit一下 那这个名称的话 你自己要加个点view 或者你没有点view 你就是view 那将来这个名称的话 就是跟这个是一致的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将来Action 后面的名称 要跟这个地方的名称要一致 OK 按一个OK OK做Nest Nest之后的话 接下来帮我们实做什么 DoPost或DoGate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只要DoPost 这两个都打勾好了 按一个Finish 好 那Finish之后的话 ServeLator就产生了 产生了 产生之后的话 接下来程式码 就是要直接在这边做断写 那简单来讲一下 因为呢 我们是要在哪个地方呢 DoGate 还是DoPost 因为我们的前端是用什么方式 Mentor是Post 所以你直接在实做的时候就Post就好 直接Post里面的话 做什么事情 其实如果你程式码的部分 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你可以把前面第一个练习 好了 Word这地方的程式码 拿来参考就可以 主要其实你可以把这一段程式码 有没有 其实可以把它Copy一下 然后呢 直接把它贴到这个里面来 再稍微改一下 里面哪些要改 特别之意就是说 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呢 参数的名称 有没有 它这边有一个 这个它的一个参数 我们是用什么名称的 用Data 那丢过来Stream也是Data 那这边过来的名称要叫Data 通通叫Data 那通通叫Data之后的话 这样子贴过来之后 你就会有一个 直接就可以Run 那前面也是什么呢 也是Hello 后面的话呢 就是Data 那你Run出来的话 基本上要看到Hello 然后你传过来的名称 那表示你这样 那两种方式 我想都会比较一下 基本上 Data 也会要是我们最后的 这样的结果 就OK OK 这个程式部分的话 就是这样的 上面就出现了什么 一个Form 这个Form的名称 我想自己取 我这边是取Form.html 你们自己取的 然后上面的标题 就是输入名称跟密码 然后里面的话你就出入 比如说我的名称Terry 然后密码的话 123456 类似像这样的名称 然后你按一个Summit Query 然后这边的话要比对一下 就是说你的账号密码是否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就登录私吧 要让他把款登录表单 我看一下我的城市里面 好像我的账号是 账号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比对 比对 我的账号 账号在这里 这个 需求是这样的 就是第一个 有个登录的帐号密码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 名称 密码的话1234 好了 这个是错误的 他会出现登录失败 再回去一下 那我打一个正确的 Terry123456 123456在下面 那如果是密码 帐号跟密码正确的话 就出现什么 登录成光 类似像这样子 的一个简单逻辑的程式 只是把刚刚的那个 程式它会做个修改 那也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JSP的模式 第二个的话就是用那个 ServerLate的模式 ServerLate模式 这里的话 我这边是提供给各位 那个ServerLate的画面 ServerLate的程式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那JSP的方式也是一样 反正两个其实基本上类似 只是说你的程式在哪边执行而已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表单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 里面的结构基本上很简单 就是一个标题 那标题部分的话 我试用H1 斜线H1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是标题 H1的话等于是标题 E的意思 然后里面的话换行一下 所以多一个BR 多一个BR 那Action的部分的话 我们 我Action的部分是 名称叫LogIn 所以将来你的 那个Vue的名称 Vue的名称 就把它改为LogIn LogIn 或者是LogIn.Vue也可以 看你这个名称叫什么 反正将来就是传过去 要能够传到对应的那个Vue正确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用Post 里面的话会有两个Input Input Type Input Type 前面有一个名称跟密码 然后再加一个Name 第二个的是密码 所以Input Type的部分呢 是用Password 那名称的话叫Password 那增加一个按钮就是Summit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表单的部分 所以我想第一个 如果刚刚的那个范例完成之后的话 各位也先再想一想 第二个Sync 第二个Sync 我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做多一个的 除了名称之外 多一个密码 多一个密码 那第一个我们先把界面部分先搞定 界面部分就类似像这样 就是这样子 然后程式部分的话就是 刚接收到之后 要判断 那判断用什么 用那个 字串比对里面有一个什么 Eco 是不是Eco 一个账号跟密码 做中同账号比对跟密码比对 那如果是正确的话 那就是登录成功 反制的话就真的不清楚 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OK 我想第一个请各位 先把那个 这个Fone的部分先完成 那等一下 也思考一下 反正如果你们要idea 你没有用Sync 的话 你也想一下 用那个JSP的方式 乱写看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